星期四凌晨 圣地牙戈附近的15号公路 上演一场惊魂祭 一名女性驾驶因为酒驾 再加上车子抛锚 不听路人劝阻 竟然穿着高跟鞋 在高速公路上来回穿梭 险些酿起多起车祸 场面相当惊险 这是一名新闻摄影记者的声音 要证明穿着高跟鞋的女性 不要往回走到高速公路上 这发生在星期四凌晨1点45分 摄影记者发现一台疑似抛锚的车辆 在高速公路中间 后来坐车女驾驶下车 跑来跟她借跨街电缆jumper cable 后来又不理会警告 非常惊险地回到自己的坐车上 虽然还有两名驾驶停下来 试图帮助这名女子 要让后方来车停下 其中一名还差点 被一辆白色车子撞上 而这名女性还是执意走回车上 摄影记者赶紧跑过去 要她下车到安全的地方等待 但这名女性不理 一直在用手机 真的就有一台车 差点就撞到这台抛锚的车 最后加州公路巡警局抵达现场 发现这名女性驾驶酒醉驾车 当场逮捕才结束了这场高速公路惊魂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订阅